跟老婆吵架后多喝两杯 她差点惹祸上身 跟老婆吵架多喝两杯没关系 但在车上喝可就危险咯 高雄蔡姓男子去年11月凌晨 把车辆临停路边 没熄火就在车上呼呼大睡 被警察叫醒酒侧 发现酒侧值高达0.57 他因此被易公共危险罪起诉 法院开庭时 他辩称当时因为和老婆吵架 才出门开车到超商买东西 顺手买了一瓶玉泉清酒 他担心回家又被老婆念 就在车上把酒喝完 没想到睡着警察就来了 法官调查认为 虽然他酒侧值高达0.57 但根据附近监视器画面 发现他抵达超商前 转弯等行车过程 没有不稳的状况 加上警方没提出 他酒醉开车上路的事证 判他无罪 动新闻综合报道 到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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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